金和他的朋友们发现颜色 从前,有一只小狗叫金 金非常喜欢和朋友们在花园里玩耍 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 金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彩虹 他和朋友们决定展开一场冒险 探索并学习这道神奇彩虹的所有颜色 金的第一个朋友是一只名叫雪的兔子 雪全身洁白如雪,白色就像雪一样 金兴奋地说道,是的,雪说道 就像柔软的云朵和雪花一样 在他们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名叫艾滋的美丽鸟类 艾滋有着蓝色的羽毛,蓝色就像艾滋一样 金跳着兴奋地说道,没错,就像天空和海洋一样 艾滋飞到金的周围回答道 接下来,他们看到了一只名叫格里苏的大象 格里苏全身灰色,灰色就像格里苏一样 金笑着说道,是的,就像石头和多云的天气一样 格里苏微笑着补充道 他们继续他们的旅程,遇到了一只名叫阳光的金丝雀 阳光全身黄色,黄色就像阳光一样 金高兴地喊道,是的,就像明亮的太阳和香蕉一样 阳光愉快地唱着 然后,他们发现了一只名叫针子的小松鼠 针子有棕色的毛发,棕色就像针子一样 金鼓掌说道,没错,就像巧克力和树木一样,针子咬着 接着,他们遇到了一只名叫伍叶的猫 伍叶全身黑色,黑色就像伍叶一样 金说道,是的,就像黑夜和黑莓一样,伍叶轻声地咕噜着 然后,他们遇到了一条名叫探戈的鱼 探戈有橙色的鳞片,橙色就像探戈一样 金兴奋地说道,是的,探戈快乐地游着说道 就像美丽的秋叶和我们吃的美味胡萝卜一样 接着,他们遇到了一只名叫罗西的小猪 罗西有粉色的皮肤,粉色就像罗西一样 金笑着说道,是的,就像糖果和花园里的粉色花朵一样 罗西高兴地跑着说道 之后,他们遇到了一只名叫红宝石的瓢虫 红宝石全身红色,背上有斑点 红色就像红宝石一样 金说道,是的,就像苹果和番茄一样 红宝石微笑着说道 接着,他们看到了一只名叫绿鹰的青蛙 绿鹰全身绿色,绿色就像绿鹰一样 金兴奋地说道,是的,就像草和树叶一样 绿鹰跳跃着回答道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只名叫紫罗兰的蝴蝶 紫罗兰有紫色的翅膀,紫色就像紫罗兰一样 金说道,是的,就像葡萄和李子一样 紫罗兰优雅地飞着补充道 金和他的朋友们学会了所有这些颜色后感到非常开心 他们决定回家并告诉大家他们的冒险故事 每当他们看到彩虹,他们都会想起他们的神奇冒险和所发现的颜色 现在,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雪兔子是什么颜色? 雪兔子是白色的 爱兹鸟是什么颜色? 爱兹鸟是蓝色的 隔离苏像是什么颜色? 隔离苏像是灰色的 阳光金丝雀是什么颜色? 阳光金丝雀是黄色的 真子松鼠是什么颜色? 真子松鼠是棕色的 午夜猫是什么颜色? 午夜猫是黑色的 炭鸽鱼是什么颜色? 炭鸽鱼是橙色的 螺蜥猪是什么颜色? 螺蜥猪是粉红色的 红宝石瓢虫是什么颜色? 红宝石瓢虫是红色的 绿鸽青蛙是什么颜色? 绿鸽青蛙是绿色的 紫罗蓝蝶是什么颜色? 紫罗蓝蝶是紫色的 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喜欢按钮并订阅频道 登陆网站